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西朝台友 大家好 今天是5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是假期 好像是佛誕 佛誕都講一段小小的時事短打 如果搞笑點來說 就說佛都有火 為什麼叫佛都有火呢 就是事源我們偉大的習士王朝 強國人 抽到一張免費的機票 最近郭太太送機票 他抽到免費 由成都回香港 有可能 他想拿一張毛毯 引用了英文的地毯 通常都很容易記錯 但我又不明白 他又是香港人 又懂得講英文又懂得講過語 你看到郭太空姐都是香港人 你公開講普通話 說拿一張毛毯 他又講英文 但他又不肯定自己的英文是正確 這個無可厚非 搞笑的就是 郭太太航空公司送機票送出禍 那都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拿回一張毛毯給他 但是這三個空姐 就在自己的茶水檔 通常在飛機後面 有些是 那些服務員在那裏執拾些東西 準備些東西派給那些乘客 整完之後 就在裏面有些地方可以站下坐下 那聊天 我就說 現在那些人的英文很古怪 就是 毛毯和地毯都不懂得分 但他這個也是 他只是傾行契 他沒有說針對 這個乘客說他 聲音水平低 好像沒有這件事 我們看現在的報道 他是行談之間去討論 但是他也有權力 他有權利 這三個小姐 他休息時間討論日常工作 是與非對與錯 這個人之常情 等於我們有時做完工作 三幾個朋友坐在 我們餐廳都是 見到人 見到貨客 有點菜點到這樣老套 你知道西餐廳那些菜牌的專用名詞 我們都不懂得看 當然我們的英文水平是炸到浸 二十六個字沒有 懂得分開 加起來就不懂了 你看那些菜單 有時都說錯 有些餐廳又沒有中文菜單 我們通常完全不介意 直接講正純正的香港話 就叫你找個懂得講香港話的市政 用我們服侍 或者提供服務 幫我們處理那些點菜問題 什麼事都沒有 因為不懂外國語言是很濕碎的 絕對濕碎 人哪會懂得那麼多 就算你說懂幾句 你都不懂得懂 對不對 特別是英文 我常常都用那些兩句說話 劉蘭我都認為你很厲害的人 有緣無份點譯 江湖道語點譯 站在那裡 所以這個爭論是一個很miler的事 但是這個乘客 我不知道他是大陸人 因為是香港人 他用他的手機錄了這幾個空姐的 聊天的對話 就放在國內一個叫小紅書的網站 但我到現在 我本身真的不知道小紅書是什麼 因為世界上有這麼多網站 內地有這麼多網站 那是屬於無厘頭的東西 很多人有空在這裏 他又不是實名登記 每個人都做一堆東西 指手畫腳自己發揮 這個也是潮流 如果內地的網站 也都被人公開這樣說話 都未常說不好事 起碼有一個自由的空間 言論自由的空間 當然你說了一些說話 登上網 他自不然有管理員 就和你全部撐出去 他們管理都幾嚴格 所以在我個人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加入那些facebook Twitter 什麼公共網站 什麼微信 總之任何有關的組合那些群組 有些網站我沒有參與 有人邀請我加入那些facebook 什麼我都不加 但亦都有人試過 用我的名字叫郭兆明 開過facebook 但那個不是我本身搞的 我後來我知道 我都盡量透過一些渠道 你們誰搞的就和我取消它 但你用我郭兆明的名字 我又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世界上很多是郭兆明 但不是用我的生命證登記 不是承認我又沒有來 為什麼我不參與那些呢 是非太多 還有通常那些 一般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設性 我拿些時間 看了兩手外匯會好過 沒有理由在那裡 但我們又不反對人搞這些事情 人每一個人有他的生活的模式 這個自由世界的可貴 好了 說回頭 這個乘客 將他這段錄音 就扔了在這個小紅書擺上來 那小紅書登出來之後 就有意無意 就有意無意 就是擴大了講 就說那些空者 歧視那些不懂得說英文的人 更加升級 又升到無限擴大 歧視那些普通話的人 這個都沒有所謂 在那些討論區重演 那些討論區重演 那些討論就沒事了 但想不到 有官方的媒體出來幫忙 那時候 人民日報 新南網 新京報 那些網站 就一路炒 炒到很大 炒完之後 沒多久 香港政府很快 還搞到特首都出來 參與這件事 嚇到我們國太航公司的CO 出來前後道歉了四次 最後那次還要回到廣州 跟著特首用普通話道歉 在那裡炒炒炒炒 然後再上升到 他們傷害了十幾億人的感情 接著幾乎要國太 又說國太的背後 有英資的資本 說怎樣 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就昨天在台長的節目上 開咪也約了講一下 但就大過講而已 今天就講多一點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在哪裏 你官方的媒體 新華社人民日報那些主編 你見過當事人沒有 你憑一篇網站的聲頻 幾個空姐在休息間裡吹水 聊天 你將會搞到一個民族主義的專業的問題 所以我要出來給一些個人意見 我個人意見就極大的懷疑 中國政府內部非常多這些無間道 是破壞了中國人民內部的感情 破壞了我們民族之間的和諧 現在我們習近平主席經常都說 血龍衣水 生命共同體 既然生命共同體 你踩香港人就踩自己中國 共同體 小朋友 新華社人民日報 你這幫主編摸嘴 怎麼會挑戰你 你有沒有見過當事人 你有沒有見過三個空姐給他們機會表白 加上我知道在市場上的資料 三個空姐其中一個不是香港人 亦都不是中國人 他另外一個國家的人 他怎麼會聽你普通話 普通話大了 你知不知道普通話在我們的心目中 是骯髒話來的 不是正宗的國語來的 人民日報 新華網 你這幫混蛋 在北京當年平方十公里 一幫漢人 學蒙古人講普通話 學清朝的滿清人講普通話 講到現在這種聲調 是正式國怨嗎 在那裏作人很大 重演厲害 中國五十幾個民族 這麼多地方的謊言 你可以制止了嗎 百花齊放 一向毛澤東都不搞這些事情 就像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他都不搞 那你無主意出來講什麼話 你聽得明白嗎 鄧小平出來講的事情 你聽得明白嗎 現在人大代表去舉手通過法案 你聽得明白那些領導人講什麼話嗎 我聽不明白啊 大哥 我聽了律政宵講國語 我聽不明白啊 如果我現在就真的有些佛刀有火 今天佛誕 你拿這些事件 走來破壞自己國家人民內部的團結 破壞內部人民的安全 我不會超級特首 他打一份工 他為何會分共產黨內的鬥爭 怎樣玩呢 他看到人民日報登出來 以為哇 大件事啊 人民日報是黨媒的第一張報紙 他不會忘記 人民日報開外版 特別是新華某網站 好多毛離頭學胡錫進那些金箱的人在那裡 特首哥仔你不要中了招 現在你這樣出來幫好 你就破壞了我們習先生那個精神 二十大 還有破壞了他的理想 他講明香港要行普風法的嘛 要落實普通法的精神的嘛 香港發揮一國兩制的力量的嘛 你這樣破壞了香港跟這些低端人口的爭論 他那是低端人口來的嘛 如果我們拿到一張機票是免費的 鬼鬼祟祟祟祟去撿到啦 免費 那麽多要求那麽多東西 現在你拿那個人出來投訴那個人 公諸於世是誰 好了我亦都要責怪這個郭泰皇公事 我那麽多員工 他有錯的 我內部執行咯 處理咯 你有沒有多面對人客說過 說他不懂說英文 沒有 你只是聊天而已 警告了事 那麽理由拆了三個空姐 特別有一個做無辜的 他都不是香港人 那個空姐 這個林兆波 又是不肯死 沒有人用 你試過馬上炒他 如果去應付這些中國內地的低端人口 這個低端人口不是我說的 是我們現在中共中央常委 在蔡奇先生做北京市委書記的時候 他製造出來的低端人口 他用北京下面的一部份人是低端人口 現在我夠膽說現在你坐飛機這個屋子 就是低端人口的一份子 你出來告我 告我肥膀 你那些人是低端人口 是吧 現在要炒的話 就是要炒這個國泰的CEO 他濫用權力 無理解僱這三個空姐 那你們國泰公會自己要堅持 因為你小心中了招 有人 中國內部的左獨 無風起浪 煽風點火 破壞我們現在 習近平先生 對我要大和解的政策 大家看都要大和解的 現在我們中央政府 到處哭 到處聲 封人進來投資 封人性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要說這間國泰公公司 是外資 那是歷史來的 如果你認為那些外資公司 不適宜跟你中國交往的 你便下個命令 停止去 人民日報 新華網 我不能卸你們 是吧 凡是做事要公道公平的 你有沒有見到那些當事人 有沒有被別人辯護 你現在國泰的CEO 你現在給那些三個空姐辯護嗎 你躲在休息間裡吹水 我不是說他 我討論為什麼這麼多乘客 我們整個人都搞錯那些 不只是他 我自己要搞錯我 毛錢和地錢 隨時要搞錯的 息都一定是對的 到時候很快快說錯 什麼百兩比 說錯什麼 拿個給就算了 我們支持的 炒了這個國泰紅公司的CEO 如果你這麼循責 就炒自己 是不是 你就不要侮辱了國泰紅公司的精神 當然你們近幾年來 國泰紅公司 由請了中國人華籍做CEO之後 便衰到現在了 大炒國泰紅公司 為了自己爭取到業績最快的 好了 亦都給個溫經提示 你香港特首 你有沒有正式了解過實情 這麼快跳出來 看著將人民日報 你知不知人民日報 給了一個架構 你怎樣特首 我三十多年前 人民日報已經來香港訪問我 為何他會來香港訪問我呢 有很多不同的編排 中國內部的鬥爭 現在中國內部 特首超內部鬥爭緊 不要亂站邊 亦都對你無益 是這樣的